拿出圖資從基金一路112項到208項 將進行汰壞超過50年的自癌水管線工程 因為每次報管都報在我的五輪禮裡面 那我們前兩年經過預作的提案之後 那我們就馬上的要開始設計 那目前經費都已經下來了 那要在地的說明 那我們希望管路人都能整頓的一併這樣子下地 我們三個禮大約有他6000戶 就會受到影響 他一兩萬多人 我們也是很多關機成功這個工程比較快做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把這個交通的阻害困難 降到最多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說國工山 當作做一次歐落這樣比較麻煩這麼大 這橫跨三大禮影響上萬人的自癌水管線碳環工程 首要協調各單位進行管線整合 在市議員林佩祥的號召下 安樂區國民黨籍市議員與各管線單位 共同研擬討論一次到位的施工方式及騎乘 其實二零八項過後 北京華夏前的水管也常常會爆裂 那如果可以的話 就一併把工程延長到北京華夏前面 所以佩祥今天又開了一個協調會 請了不只有自癌水公司 包括台電包括中華電信包括吉隆跟新龍天然氣 五家公司一起在新隆里民會堂來展開協調會 那協調會開得相對順利 協調出來的結果是新龍天然氣跟台電 請他們再跟自癌水公司 也就是這次的主政單位來做出協調 如何讓他們的管線經過湘涵之後 然後讓工程能夠順利進行一次到位 另外一方面也建請市政府跟公路總局 儘快配合讓整個工程能夠在今年夏天 暑假期間開始辦理 儘快讓整個大五輪最精華的地區 能保證上用水的安全 就是要保證用水安全及工程期的行車安全 地方還要再開協調會 讓碳壞水管工程順利快速的完成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